我非常重視睡眠 只有睡眠不好的人才知道 睡眠是非常可貴的 可以睡著是人生裡面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失眠是蠻困擾的事情 白天有蠻多需要寫稿的工作 它其實非常需要專注力 我睡眠的狀況一直都是不好入睡 我雖然非常的困意 有困意但我沒有辦法 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身邊有兩位親人 他們其實吃安眠藥 已經吃了一二十年的時間 建議我可以試一點試試看 所以我就試了 兩位親人就各拿了一排一排 吃的時候大概很快就可以睡著了 睡眠的量其實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睡眠的品質它是幫助我的 不過後來一方面我覺得 那個時間在縮短當中 就是說譬如說可能可以睡 但是我發現它似乎變成 只有四個小時的work 我是不是要再加強它的劑量 這是我第一個在開始在想的 就是說一顆的劑量 應該是可以五六個小時 可是它為什麼變成四個小時 它似乎在縮短當中 那麼我並不想要再加強劑量 讓我決定不要用事 後來我慢慢的覺得我變成非常的沮喪 午後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就會寫到寫東西 工作到一半就會發呆 然後甚至於會覺得人生非常沒有意義 我到底在做什麼 哎呀真的是死了也可以這個時候 我就在想我試著把它停掉看看 反正我吃了也不是很久 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 因為我不想要讓我自己這麼的消沉 對這麼的低落 停了之後這些症狀就這種情緒上的低落 真的就沒有 我睡不著的時候都會閱讀 因為書其實就已經成為我 幫助我睡眠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所以我都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睡眠有一點障礙的朋友 晚上不要再傳來了 其實你試著看一些書 應該蠻好用的 有時候會看上去兩點 然後覺得可以睡了就會再回去睡 所以它就是我每天睡覺的儀式